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岛忠 这个世界需要光 约翰福音一章九节 使徒约翰说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主的典范光照 启发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何等有福 我们在短正的一生里 有真光照耀 我们既是被真光照耀的人 就要照亮这个世界 给人带来温暖和指引 当我们在所幸的道上恒心 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和知识上天天长进 常做主所喜悦的事 就能使别人因我们 就近真光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神对我们生命的梦想 我们思想 神对我们生命的梦想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 《使徒行传》26章1到20节 《使徒行传》26章1到20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成为我异象》 求我心中望成为我异象 我便无爱无畏住我敬扬 充满我思想我心相望 谁找我随心自荣使我光 《使徒行传》26章1到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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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传》26章1至20节 《使徒行传》26章1统1节 环游的主宰神为我依乡 使徒行传第26章 1到20节 亚基帕对保罗说 准你为自己辩明 于是保罗深受分诉 说亚基帕王啊 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是 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 实为万幸 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 和他们的辩论 所以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 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 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 做了法利赛人 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 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 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 昼夜窃窃的侍奉神 都指望得着 王啊 我被犹太人控告 就是因着指望 神叫死人复活 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 从前我自己以为 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 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 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 他们被杀 我也出名定案 在各会堂 我屡次用刑抢逼他们说亵渎的话 又分外恼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 直到外邦的诚意 那时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 往大马色去 王啊 我在路上 晌午的时候 看见从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 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向我说 扫罗 扫罗 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执事 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 和外邦人的手 我拆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泉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 得谋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德基业 亚基帕王啊 我故此 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先在大马色 后在伊路撒冷 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 应当悔改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使徒行传26章 1到20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9节 使徒行传26章19节 经文说道 亚基帕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使徒行传26章19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使徒行传26章19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亚基帕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使徒行传26章19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神对我们生命的梦想 许多人梦想拥有财富 名声全是安逸 但另一种梦想更有力量 也更能实现 就是寻找神对我们生命的意象 并追随到底 使徒保罗站在 亚基帕王面前 向王解释他为何追随神的道路 他大可描述 他在所行的路上 每一个决定的利与弊 但利弊 并不能解决 保罗的方向 因为他怀抱 神赐给他的意象 这意象与他的生命 紧密地结合 且 他奋力地实现这个意象 就是他在亚基帕王面前 为自己辩护的内容 一个令人折服的意象 能使人的顺从之心 油然而生 并使心中的恐惧消散 所以为了充实生命的追求 都有其意义 但只有神 才能转化我们 充满我们 挑战我们 并给我们生命终极的目标 神给了我们的所有 而他也要求我们的全部 在英语书籍中 最受欢迎的祈祷类书籍 大概就数张博斯 他的著作了 他在书里写道 顺服天上来的意象 这唯一途径 就是为他 也就是神 献上最大的力量 我们这么做 就是他的荣耀 实现意象的唯一方法 就是我们决心牢记 神赐下的意象 基督徒生命的矛盾 就是当我们无条件 为神而活时 就会发现 我们拥有真正的满足 因此 要顺服 并持守 神所给你的意象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 善尽我的最高职责 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 每天坚持收听 旷野玛纳 与孙大中一起灵修 完成神 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今天我们思想 神对我们生命的梦想 这个题目 英国小说家毛姆 在他的作品里写道 如果撇除 所有对生命的假定和前涉 只如实地面对生命的真相 我们大多会认为 生命是了无意义的 一个人被生下来 他活着 他死亡 由生至死之间 他终日面对逆境 没有给他好过 论才智 体力 机敏 他总觉 差强己异 这可能是其中一个 导致世人彼此竞争的原因 他们既不能达到 自己心目中的境地 就正好借由 比别人优胜 来自我安慰一番 疾病 意外 出乎意料的经济情况 均足以令他功亏一篑 他还要面对周遭的敌意 身边的人并不友善 不过 他虽然自己是受害者 但当诚实一点时 他也得承认 自己也并非偿怀善意 在人生旅途上 他成家立业 生儿与女 他所期望的 是儿女能比他活得轻松一点 不过 现实告诉他 梦想成真的机会 不会超过一半 儿女可能比他早死 或患有恶疾 或染上毒瘾酒瘾 或经历婚姻失败 他会怀疑生命本是虚空 这道的晚年时 就得以证实 如果他能寿终正寝 他离世时 那情况跟出生的情况无异 他需要人喂食 替他换尿布 有幸的话 他会得到一点关爱 他离世时 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不但后世忘记了 他曾存在过 墓穴 他的坟墓 也无从确定 他就在那里 这是毛母所写的一篇文章 桑莫之下 十四章十四节提到 我们都是必死的 如动水泼在地上 不能收回 时间很快流逝 一代一代不断更替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人是为了认识神被创造的 生到世上来 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 乃是出于神 我们一生是在 为必定要来到的永恒 做准备 罪和苦是真实的 神的力量和爱 也是真实的 神把对人的旨意 其实在圣经里 所罗门说 没有异象 民就放肆 为遵守律法的 便为有福 什么是异象 这里有另外一个解释 另外一个翻译 就是神的末世 没有神的末世 民就放肆 就任意而行 就做自己眼中 以为正的事 神不但把我们照来 而且分享 祂永恒的计划 透过神做末世的圣经 让我们明白 祂的心意 而我们的立志 是依照神的旨意 来规划 而所立的志向 是要得主的喜悦 不是要讨人的喜欢 乃是要讨那查验 我们心的神的喜欢 当保禄说 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 异象的时候 他是说 我没有违背 神永恒的计划 神选照我的旨意 那为什么把它 翻译做异象呢 因为是一种 灵理的看见 旁人无法了解 但领受的人 自己心里很清楚 每天在街上 都有无数的人 熙来攘往 大家都看到了 然而 只有主耶稣 看到这些人 如同羊 没有牧人那样 那鼠林的光景 是何等的悲凉 主耶稣还看到 一个极大的鼠林河场 他看到 庄稼熟了 同时 他看到庄稼虽多 做工的人 却少得是实 因此 他呼吁我们 要回应这个异象 并且求神打发 工人前去 收割庄稼 若没有看到异象 就不会有 这样的反应 有时异象 会在一个人 从事寻常工作时 来到 英国的 罗伯特 瑞克斯弟兄 看见英国 接同的需要 他们需要 圣经教育 需要有人 教导他们 克里威廉 从神的话语领受 聊到海外宣教的异象 他们心里的眼睛 都看到鼠林的事 并且明白神的心意 异象不是我们个人的理想 异象不是我们自己的愿景 不是我们的远见 异象高过我们的理想 异象高过我们的远见 也高过我们的愿景 因为那是神给我们 崇高的护照 祂造我们 为这个荣耀的目的 祂为这事 拆拍我们 预备我们 这异象 是神为祂国度的荣耀 和众人的好处 放在我们心里的 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 就能感受到祂的喜悦 异象 是一种灵理的看见 看到神 在这些世上的心意 跟目的 宋少杰说 没有异象 就没有神的工作 我们明白了 神永世的计划 祂拣选我们的目的 圣灵引导我们心 就把我们带进 祂永恒的旨意里 使我们从心灵深处产生 顺服神旨意的渴望 一个有一乡的人 对生命会有非常清楚的看见 他欣然持守 以实现自己生命的目的 保罗在肉身活着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主交给他 要他做的工 而他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孙大中年轻时 有一年岁末年终 跟一些朋友 在一个家庭里聚会 茶余饭后 大家各输己志 主人问道 你人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你希望成为怎样的人 有人说 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要买大房子 要生很多小孩 我说我希望成为一个 有用的人 一个在神国度里 能发挥影响力的人 神造我们 为了一个荣耀的目的 主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赎价 把我们买书回来 我们的头脑 梦想 和我们心中的渴望 我们一切的一切 全都是属于他的 因此要为主来梦想 为主做工 让主借着我们的双手 来祝福这个世界 要把报答主恩 为基督和他的国度效力 放在梦想的最优先 把主摆在第一位 而不是自己 神给我们的呼召 他对我们生命的愿景梦想 比我们自己的梦更美 神知道我属于何方 知道我这一生要走的路 他呼召我 与他同工 感动我将生命投资在 可以获得永恒奖赏的事业上 主救了我 他在我身上有一切的主权 在你我的一生中 他有完美的蓝图 主耶稣怎样在地上 遵行天父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知道在诗架上说 成了 我们要照着主 给我们的呼召 与他同工 谦卑与他同行 当约翰随同耶稣参加加拿婚宴的时候 在席上他听见玛利亚 对佣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并且 见证主耶稣所行 把水变成酒的神迹 主告诉彼得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彼得最终依从主的话 下了一个网 结果竟然打了满网的鱼 那鱼多到一个地步 网险些裂开 那一网打的鱼 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都快要沉下去了 主的赐福 是我们不但个人满足 还可以分给人 意象不是空中楼阁 而是神对我们个别的心意 他洗我们为他的名所做的 一个相信神有美好的安排 而不知道神会怎么带领他的人 就会照神所喜悦的 预备好自己 一面预备 一面查验 一面尽力 神没有要你去做 你想做的事 而是呼召你去做 他认为你该做 他预备要你做的事 你一方面查验 何谓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一方面训练发展神给你的恩赐 照神良给你的 不要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 而要有勇气去做独创的事 因为创造才是力量 模仿就是死亡 青年人要有我的理想 但可惜我们竟然忽略 神指一中那个理想的我 神要你造方舟 但你想见的是发别他 那是出于心中的无知 跟骄傲 神的蓝图 是要借着你 拯救无数的灵魂 他追溯要你造方舟 是为了这个目的 可是你只体贴人的意思 心里想的是 传扬自己的名 你的心被蒙蔽 就看不见神在这个时代 要赋予你的使命 也不会想要效法 神儿子的模样 不会祷告说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 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建立我们守所做的功 我们守所做的功 愿你建立 你的梦想跟神的呼召脱节 没有异象 任由而行 心中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跟满足 异象所产生的能力是大的 使人又所依寻 信徒有异象就能够奔跑前路 而不是漂泊徘徊 跌跌撞撞 甚至走回头路 保罗在往大马斯的路上 与主相遇时 他只问 主啊 你是谁 以及 主啊 我当做什么 异象是我们能继续前行 不顾各种挣扎跟资源不足 纵使在不幸的日子里 仍然能够持守神给我的使命 愿知道 这是神要我做的 异象成为一个人生活的重心 工作的力量 和成功的秘诀 信徒有信心 这活泼的信心 就让教会不会死记沉沉 愿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 曼尔博士说 要向神求问 你在这世上的工作是什么 你为何而生 你被指派做什么 因为神在创造的思想里 你是为此而被造的 神对你的存在 有一定的目的 你要去寻求 好叫你能明白 神在你身上 有祂的计划跟旨意 并且会一步一步向你显明 十篇二十五篇十二节 大卫说 谁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 必只是他当选择的道路 不要自己心里说 我要做什么 我不要做什么 你要等候神 知道他让你晓得当行的路 我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要等候神显明他的心意 让神的旨意 成行在你的计划中 当神敞开他的心 将他自己要做的向你显明 你看见父神那伟大的计划 就当乐意奉献 欣然往前积极回应 一旦明白 这是神要我做的 我们就带着喜乐感恩的心 去承担神要我做的功 在他完美的计划里 投资自己的生命 神会按照他的时间表 实现他的计划 我们要做的是 立定心志 让自己活在他的计划里 知道神让他实现 一个有异象的信徒 能克服惰性 能向着标杆直跑 不用人督促 因为他知道神派他做这事 他会向那位赐下一项的圣者负责 张伯斯说 要能够不违背从天上来的一项 唯一的途径就是 为神倾其所有摆上一切 并且不住地重温那一项 我们所做的事 都是主给我们成就的 盼望 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终点时 都能说 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一项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你怎样带着使命到人间来 我们深远向你 你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我们常常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幸福 结果找到的事 不能让我们满足的事 愿你借由今天的信息 启发我们 建立我们 说明白你要我们做的工 让我们得着前进的动力 你在地上做人的时候 永远晓得 父要你做的事 你怎样在地上遵行天父的旨意 做成他的工 知道在诗家上说 成了 我们深远向你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不被这世界所吸引 找世人的样子行 而是按着你给我们意向 来规划我们这有限的人生 按照你的旨意 服侍这一世的人 帮助我们更懂得赎回自己的时间 更加爱惜光阴 让我们更加像你 更能够见证你 愿你借由我们成全 你国度的荣美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情过似饮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彼岸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习 虽然情过似饮有故 虽然心过似饮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